好 丢节目到平安 每个礼拜还是要说一次 听完现实 敬拜心情都非常好 当然好听是一回事 但是看着他们的脸盘 生命那种满足 是一个说不出来的一种心中的感动 第一个 就是我们教会的 所有这些年轻的子弟 真的很可爱 第二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弟兄姐妹 把你的小孩带来教会 就对了 让你的小孩在教会里面成长 我们不要管他们管太多 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快乐的 跟一群在耶稣基督所爱的小朋友当中 一起成长 他们也许会一起做坏事 但是这会是他们一生的革命情感 然后他们在生命里面一起受管教 一起在神面前成长 你知道有种成长 是在做坏事之后被管教的 有一些事情隐藏着 你以为他没有做坏事 他一辈子都不会成长 让他的生命里面 好像破碎 那这个必须要有好朋友 弟兄姐妹 我每次看到我们的国中生 我还是要说一次 这是一个神迹启示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国中的时候多可怕 我这一次还没有做过国中辅导 因为我不会 因为国中辅导 是我想起以前的日子 我就很可怕 会欺负老师 会做个坏事 会偷窃 会殴打 但是看到他们 这简直是小天使 我直接说 这是在耶稣基督爱里面 所生出来 永远都是新的故事 永远都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 记得把你的小孩 从小就让他学习敬畏神 你不会看到他 立刻的变天才 不会 但是立刻变天才 那个才是你一辈子的 好像隐隐的痛 他不会变天才 就是因为不会变天才 才会永远的喜乐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学书我们知道 这一生年日太短了 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来自处 但是我们知道 一件事情 虽然那么短的年日 但是我们抓得到标杆 这么短的年日 就变成永恒的喜乐 很多人在这世代里面 用一辈子劳苦 一辈子紧张 守住了一辈子 所想要的那种荣耀 结果一辈子说不出的 那种苦闷跟痛苦 这就是人生嘛 学书求主帮助我们 既然在信仰里面 让我们看见 生命里面的知识跟智慧 从经过耶和华而来的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今天这个题目 你要用深度来思想 因为你不想它 这一辈子是这样过去 你想它的话 这很微妙的事情 就发生在 根本就是今日的故事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那圣经在这个 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说 你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 知道什么 年日载如首长 还有一生的年数 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意思就是短短 好短哦 那这个短的时候 到底意味什么 好 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 音乐一种感觉 音乐的一种特质 好 我们要一首歌 每一首歌都有歌的主题 然后歌的塑造跟写作 通常都会音量成一个 故事的形态 主题一定是有一个 故事的形态 包括刚才那个天晴了 也有故事的形态 那我们有多说 我们讲大概 结构比较清楚的 A A B A 那A是一个主题 B是一个转起 成转合的转 然后最后回到主题 做宗旨式 那有一些东西 我们要看到 有一些歌 为了让它的转 更清楚的 它会摆在另外一段 让宗旨式 完整的宗旨式 所以转就会出现在另一段 变成A B C 那C是什么 C就是我们所说的bridge 桥 很多歌都有bridge 那记得 bridge的意思就是要 推出 推到宗旨式跟主题 所以bridge不要走太多 很多人唱歌喜欢bridge 走来走去 唱完再走一次 再完再走一次 这个不是正确的方法 bridge的最后 一定会推出 最后导音 推向组合弦 意思就是说 bridge是一个 生命的 跳远的那个跳板 啪 踩上去 一跳上去 bridge的最后 一定是踩上跳板 跳上去主题 所以有时候 我们唱这个bridge 一直反复 那是不对的 一直在桥上面 走来走去 桥的意思就是 从这个到那边 然后如果我们在桥里面 到那边的时候 赶快过去 回到主题 我们要今天讲的题目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那段日子很短 那段日子 就是bridge 你的生命就是bridge 是克里 是寄居的 你生命的主题 在永以恒德国度 从哪里来 是你的主题 生命酝酿很多的变化 是一个转折 而生命的智慧 带你回到主题 回到国度 那是一个宗旨式 那bridge帮助我们 来思想 你这当中 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 这个bridge 在整个主题里面 第一 你要了解 它是短的 它是短的 它是过程 它是踏板 帮助你踏回去主题 那我又一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 而且不但是 歌 包括内容 都是很符合 这是我们 每次送荣 七首送荣 一直在轮的其中一首 新伊路撒纳 当然我们不是要唱 但是要大家了解一下 前面A 就是期待 有一天的盼望 在那美好的 新伊路撒纳 那个新伊路撒纳 就是看 神的障目在人间 这个就是 最后的宗旨 真的 有一天发生的时候 不再有悲伤 因一切都更新了 但是为了 这个宗旨式的主题 更加的活泼 再写了一段bridge 就是 不再有悲伤 因一切都更新了 可以结束了 但是在出现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没有哭好疼痛 以前的死都过去了 这是我渴望 这是我等待 永永远愿意你 同坐后晚 要跳到哪一起 看哪 神的障目在人间 跳回主题 永远姐妹 生命 bridge 就是一个 跳回主题的意思 直接说 在人的一生当中 就好像一个曲子 一个戏剧一样 这一台戏 中间有一个桥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生 而我们现在 这个人生很短 你不可能重复来走 它是单行道 有一天 你有没有把握 你在这一个 很短的日子 宰如首长的日子 跳回主题 神的国度 看了 神的障目 在人间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好 我们如果了解 这个宰如首长的感觉 就是像一首歌的bridge一样 瞧 那我们就来看 今天我们所从圣经里面 所看到 我们怎么来了解 今天我们生命 所遇到的所有问题 那一天 耶稣带着门徒 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耶路撒冷是 我们才讲过 是生命里面圣殿 是大家觉得 绝对不会倒的 是神圣的地方 是我们不可以 在那个当中 随随便便的地方 是永恒的荣耀 但是耶稣基督 在那个地方带他们说 其实没有错 但是你们想想看 到底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你们想想看 这个耶路撒冷 有一天 他将会 全然的倒下 你的仇敌 现在已经四处安隐在 预备攻击了 有一天 他会全倒 我巴不得 你们了解一件事情 这日子 你们以为平安稳妥 这日子 你们以为平安稳妥 知道这关心你平安的事情 也就是你这一段平安 我巴不得 你嗅到那个味道 可惜你嗅不到那个味道 无奈这件事情 现在是隐藏的 罗马军队 已经在那里 觊觎这件事情 统治你们 已经觊觎很久了 结果你们想到 信仰的方向 都是以为降下火来 行神机 把这些仇敌 灭掉 你们想的 都是以为是这样子 我告诉你 我巴不得 你们知道 关乎你们平安的事情 不是把仇敌 灭掉 是你们犯了罪 你们在这圣殿里面 神不喜悦 但是我们不觉得 关乎你平安的事情 是什么 好 那我们就来看 我们声明里面 神常告诉我们说 人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 忽然 临到他们 也许吧 有些灾难 是突然的 在美国有911 日本有311 台湾有什么 921 大家都知道 这都是突然来的 我们无法去预料 但这些灾难 已经在酝酿了 我们不能一直等 那个突然来的时候 我们才说话 早就有那个气息了 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们常常用这个词牌名 来跟大家 后庭花这个词牌名 来跟大家了解 在这世代里面 歌舞生平的故事 其实今天也在台湾 也许吧 我们说 世界到处都是灾难 只有台湾一切 平安 喜乐 感谢神 这是神恩典 但是在这平安喜乐里面 你们在干什么 神给我们机会 说不定 有的人在灾难里面 大声求告神 他们得救了 有些人在平安里面 随随便便 他们失落了 所以平安不一定是好 因为平安在生命里面 人就放肆 我看过这样的故事 癌症 说他最后末期剩下四个月 结果他又活了十年 宣告他剩下四个月的医生 都已经死了 他还活着 各位姐妹 医生很健康 所以不经意的 随随便便 那个在苦难当中 的人 很谨慎的过日子 有多活好长好长 今天在乎你 有没有谨慎过日子 而不是在乎 你到底面对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要说谨慎 这里所说 鸢蓉寒水 鸢蓉沙 夜拨情怀 敬酒家 在那个家面上面 好像平静当中 一切都是那么 那么的 有气氛的感觉 然后我拨着小船 经过那情怀的时候 我看到一件事情 隔江在那个地方 都是歌舞声明 里面的歌女 还在唱那些 谜谜之音 谜谜之音 那不知道 谁朝的兵已经来了 你却不知道 在神面前 我们来聊天 是不是今天 我们也是如此 尼布贾利沙王 他被神警告之后 他吓到了 他说 从此以后 巴比伦 必须要仰望 这位以色列的神 但是他的后代 伯萨沙王 已经开始 渐渐幻境 也不晓得 神怎样 管教过他们的国家 以至于他有一天 欢迎无道的 再次要大肆宴客 那这个宴客 是他们朝中的事 那是他家的事 但是他后来 用一个很 很嘲讽神的那种态度 而那个态度就是 把以色列 以前 我的 父亲 尼布贾利沙王 在那边所 掳掠过来 你们觉得 圣殿的 神圣的地方 的那些东西 我们拿来 用那些精气 敬拜神的 这些那些 银器 精气 我们来 喝酒 做乐 做各种 欢迎无道的事情 当他们这样子 放纵在这其中 时候 平安吗 突然他看到 墙壁上面 有纸头在写字 这个故事 让他非常吓到 他不晓得该怎么办 朝中没有人能够知道 该怎么办 后来他想说 当时 但以理 可以这样说 我相信他现在 也可以告诉我们 这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他们 就请但以理来 但以理就告诉他说 上面所写的 明里明里提克勒 无法恶心 这个地方翻出来 在我们看到 就是神已经 数算你的日子 到这个时候结束了 已经数算你的日子 算好了 弟兄姐妹 也许我们正在 欢迎无道 随随便便过日子的时候 却不知道 日子已经到了 神在说 不但日子到了 还称出你的重量 是虚空 毫无价值的 是属于毁灭型的 我告诉你 你的国 你看这么大 如同诗篇所说 堪匹这么多 但是风一吹 立刻就消散无垠 今夜 就要你的命 就好像 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 自己对自己 说很自大的话 我的灵魂啊 现在开始 你可以安安逸逸的 过日子 到好几代 但是神却都要说 无知的人啊 我对你的灵魂说话 我今天就要你的灵魂 你这一辈子 用你所有的 巧智 用你所有的 劳苦 用你所有的积蓄 所营造出来的事业 我告诉你 我今夜 要你的灵魂 你这一切 上那之间 变成乌有 然后会变成 后代的 争夺跟 抢夺跟 乌烟砸气 弟兄姐妹 这故事 正发生在 这世代 很多人的身上 很多人的身上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看看我们的国中生 看看我们的小学生 看在我们的高中生 跳那个 Sharon的一个音乐的时候 他们的创意 先看看这国中生 他们这样的 可爱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看 这些大学生 我们看这些 所有的故事 包括我们的国际学生 这些教会里面 都活起来了 而且活得很亮丽 最主要是 活得很有 目标 很有目标 所谓很有目标 意思就是什么 这个叫智慧 现在有东西 不在乎 我在乎前面的 可惜世界 一直教导 好好抓 现在有东西 所以你的目标 除了赚大钱以外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高雄曾经有过一个候选人 他的主张就是 赚大钱 赚大钱 问他什么问题 他的回答都一样 赚大钱 弟兄姐妹 很多人跟着兴奋 但是在灵里面 大家都知道 受不了这么无聊的人 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 是不是我们也说 是这种无聊的人 弟兄姐妹 因此神在 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 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 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所说的谨慎自首 其实一样的 彼得前书 这个地方所说 万物的结局已经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精心祷告 弟兄姐妹 其实后面有一句话 跟这里所说的 不要发远言 弟兄姐妹 所有的败坏 所有的思想走差 都因为你的舌头 所说的每一句话 弟兄姐妹 就算你心里面难过 也不要说出来 因为你说出来 就具具定准你的样式 是命运吗 不是 因为你说出来 它会引导你苦毒的思想 生命里面 你没有受过那种灾难 但是你一直说 你已经被那个灾难包围了 我再讲一次 你不一定会有那种灾难 但是你只要一直说 我死了 我死了 我这个完蛋完蛋了 你舌头一讲出来 那些灾难就袭入你的心中 弟兄姐妹 不要发怨言 这是一个末后世代里面 第一个怨言会伤害你自己 第二个怨言一定苦毒别人 你看不见目标的 看不见目标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 热住自己的舌头 就算眼前困难 有很糟糕 你要对自己说 我相信 我有盼望 弟兄姐妹 你里面就会在安静里面 看见神对你说话 否则 否则下面有一句话 连好话都说不出来 并不是好话说不出来 而是你心中在那边打滚 打滚 故事里面 我们都知道 有一句不是诚意 我们所说的 般有道 为言为行 在世代充满荣耀 充满正直的样式 跟奉献的时候 你就很正直的说话 正直的行为 但是国家或者你的环境 充满了这种逆向而行的时候 请你做一件事情 你不要说任何 以为是正的话 因为你说正的话 都是在什么 都是顺着时代 而时代是逆行的 你以为顺着时代 你就是配合大家合作吗 很多时候 国家在乱象的时候 你要 言训 讲话 要安静 少一点讲话 多一点正直的行为 少一点讲话 那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所说的 连好话也不出口 在生命里面 这个是一个很深度的 一个生命的思考 不是对或错 而是你必须要好好安静 来看将要发生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首先 现在有三点 现在刚才所讲的 预备 很快 只要进入点就很快 但是刚才的观念 你建好了 弟兄姐妹 第一点 求主帮忙帮助我 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弟兄姐妹 生命不长是确定的 但是你知道或不知道 那不确定 弟兄姐妹 聪明的人都知道 你生命在这 宇宙当中的万物年岁不长 你说 不会啦 不长 七十年也是蛮长 八十年也是蛮长的 弟兄姐妹 七十年八十年 不是你的年岁 你有思考 你有在生命里面 对自己说话 那才是你的年限 弟兄姐妹 你这一生记得多少 你对自己在生命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规划 或者是满足 没有 我甚至有把握 因为连我自己也知道 做好事的也会忘记 你所有荣耀也都会忘记 包括你所写的记录 日记 你都会发现 那个也是你的空虚 包括你的日记 弟兄姐妹 我知道年岁不长 但是我不知道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的日子不长 各位姐妹 你使我的年日 载如首长 刚才所说的这句话 我也喜欢一种心情 现在是心情感觉 大家看我 跟我一起进入心情 我也很喜欢一种情境 叫做午后的阳光 午后的阳光 跟清晨的曙光不一样 清晨的曙光 大家不会想那么多 就是开始 哇 好棒的一天 我要冲刺 午后的阳光 通常大部分都是 一天劳碌之后 又带着一个叹息 今天这样子 然后坐在椅子上面 阳光斜斜的从窗户照进来 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午后阳光的味道 安静的时候 安静的时候 有一次我倒水 来 行水机这边倒水 那我在倒水的时候 突然看到我所爱的 午后的阳光 因为这边是西边照进来 整个走廊就有一种 以前的味道 我倒水就坐在椅子上面 我一坐下来 我一坐下来 那个清晨就出现了 我想到我小时候 我在我家一中的宿舍 在那边看着外面 我要出去跟小狗玩 我还听到我妈妈一直叫 赶快来吃饭 我看着午后的阳光 我心里面很兴奋 但是我又在那边 不要啦 我要去玩 重点不是玩 重点不是 重点是我想起了当年 那是好美的故事 我又想起了 在司令圣教会的时候 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忙 我常常在午后的阳光 跟当时的童工 一起看歌剧 阳光撒在我们前面 我们一起谈话 一起喝奶茶 那时候不流行喝咖啡 喝奶茶 就是因为喝奶茶 才让我身体越来越胖 弟兄姐妹 少喝奶茶 好 就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就想起当时的样式 样式 太多太多午后阳光的感觉 弟兄姐妹 说着说着 太多这样的一个心情故事 讲也讲不完 有人说 牧师你会不会在午后的阳光 想起以前 那可怕的攻击的样子 弟兄姐妹 不会耶 因为那不是午后阳光的里面 午后的阳光 都是美好的回忆 全部都是美好的回忆 但是 确实你生命看到 过去的不再有的那种心情 会非常非常的留恋 弟兄姐妹 生命告诉你说 这是全然虚荒 世人行动 时系幻影 就是午后阳光那种感觉 生命里面 你所遭遇过的美好的故事 其实都是移动的影子而已 你生命所有过人跟人 自己一起出去玩的 都是行动的影子 移动的影子而已 你曾经跟那些好朋友 一起在中横走过那一段路 曾经在南横走过那一段路 曾经爬过什么高山 那都是移动的影子而已 在你生命当中 你思想那些画面 找不到 找到画面之后 你其实也是进入 午后阳光那种追忆而已 这是一个生命 很短 世人的行动 就是这样子而已 弟兄姐妹 现在进入智慧 你到底在这移动里面 你抓住什么 你是看前面 还是追忆这些 追忆这些也不错 弟兄姐妹 我会听到我妈妈的声音 我会听到 我好像都没有听到爸爸的声音 爸爸的声音都是在问我 你这次考多少分 弟兄姐妹 你曾经去过很多地方旅行 有没有住过五星级饭店 有 有没有住过民宿 有 很特殊的民宿 很特殊的五星级饭店 门一打开 打开 哇 里面好漂亮 哇 浴缸好大 哇 这个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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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生经过好多好多 美丽的故事 现在全部都忘了一干二净 弟兄姐妹 耶路撒纳 约旦 沙漠中的游泳池 弟兄姐妹 都好 好棒好棒 现在所追忆的都是移动的因子而已 但是 弟兄姐妹 有一个智慧 你我都必须承认的 没有人会在好棒的旅馆里面 去装潢它 去挂上我喜欢的壁画 去把我的摆设放在你所谓的五星级饭店 没有人会这样做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马上就要离开了 这次世界 所有美好的画面都是过去的 都是离开 OK 人生就是这样子 你预备好了吗 你如果知道你的人生 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 在装潢 你现在 所有的 事情 其实 你在装潢一些移动的影子而已 一下就过去了 你有没有抓住时间 在抓住神要给你的 神在这段说 如今我等的是什么 我等的是神 那我等的是神的时候 我又有一种错觉 我等候神的时候 神好像每次都在告诉我说 你错了 其实神不是在说你错了 神是一直把你从不同地方 或向左 或向右 拉回来 管教你 那时候你会觉得 跟我出去玩 跟世界在玩 感觉不一样 在神面前 比较怎样呢 比较苦 我必须要聚会 我必须要祷告 为什么呢 但到 弟兄姐妹 因为你们现在都没有掉入泥沼 所以不晓得 被叫来祷告的感觉是什么 你们都没有掉入那种痛苦 在伊拉克 在缅甸 在香港 曾经有过 失落你人格的那种观景 失落你生存的环境 你们都没有掉过 所以你都不晓得 能够在一起祷告 那是有多好 我们行动 生日 年日 宰如首掌 平静 安稳 够了 但是你就失去了 真正有祷告的机会 弟兄姐妹 好 求助帮助我们 你在我们 失落这样的一个平安之前 赶快让我们抓住 抓住 免得有一天 我们笑容消灭 什么叫笑容消灭 好 请大家看这几个例子 圣经有太多这种例子了 我举几个 让大家触目惊心的一个例子 第一个 彼得 当他三次不认主 计较的时候 他看到耶稣 耶稣也看他 我曾经跟你讲过 你会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 不会 当计较三次的时候 看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也看他 你果真的三次不认主了 然后他眼睁睁看到 耶稣被定施加 而他爱莫能助 我说过 就算死 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就做不到 那说了彼得 是什么心情 就是这样的心情 我真的指望在你身上吗 你的折华现在在我身上 我的笑容消灭 还记得罗德吗 当他在山上 回头一看 一缕灰烟 从索多玛 而莫拉出来 我的所有财产 我的记录 我所有的存责 我所有的罪意 全部都在那里 神给我的恩典 都在那里 现在剩下一缕灰烟 对吗 在想 亚伦 没有话说 摩西说 你做了什么事情 亚伦说 我不知道 你都没有下来 我不知道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我只会问他们 把金子拿过来 我金子一丢进去 就那只金牛土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子 他能够说什么 他除了被责华以外 他默然无语 所谓默然无语 就是说不出话来 愁苦也说不出来 各位姐妹 还记得参数吗 但那天被绑住 在那边戏弄他 眼球把他挖出来 嘲笑你的神的时候 他一言不大 没有办法说出 什么话都说 愁苦说不出来的话 弟兄姐妹 生命里面 这些故事 你了解吗 我们现在在平安稳妥 应该了解这些故事 你的生命才会有智慧 最后 在贝罗那一天 你说发生什么事情吗 耶路撒呢 我们曾经在你里面 风风风风风 我都有在敬拜 我们都有随随便便的 过日子 但是不怕 我有敬拜就好了嘛 我有奉献 我有献上牛赌就好了嘛 但那天他们在 巴比鲁河边的时候 巴比鲁河边 被掳到巴比鲁河边的时候 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弟兄姐妹 这些故事都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一生所做过事情 在信仰里面 使他们到底得到什么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被掳了那一天 他们在巴比鲁河边 我情愿我要把琴挂在柳树上面 敌人说你唱Hallelujah 你唱你的耶和华 弟兄姐妹 是不是有一天 我们在敌人面前 你敬拜呀 你就算你还记得怎么敬拜 歌曲还记得 你也唱不出来 你也唱不出来 因为越唱越多的羞辱 好 弟兄姐妹 看这什么心情 诗篇137篇那所说 我一追想西洋就哭了 这个经文我很熟 但是 我昨天想到这个经文 神就感动我说 你把就哭了这个三个字 分别出来 西洋是我很熟的 西洋的歌是我很熟的 耶路撒冷是我很熟的 但是我现在不在西洋 我现在不在耶路撒冷 我现在在一个羞辱西洋的地方 我现在在一个 大家此笑西洋的地方 因为我不珍惜他 我失落了 现在我的右手技巧怎样 我不要 我吹的金钱我不要 我唱歌舌头不用了 没有意义的 弟兄姐妹 诗篇77篇那句话 我也看到很多痛苦的人 都会有这种景象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不是不肯受安慰 是你不知道你的神在哪里 弟兄姐妹 你的愁苦神啊 你在哪里 弟兄姐妹 你要留意 你的心不肯受安慰 是魔鬼正在工作 正在控告你的时候 讲了那么多 那我们最后怎么办呢 Yes 神我得罪了你 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 那你怎么办呢 今天神在这段说 主啊 第十二节说 求你留心听我祷告 我流泪 求你不要寂寞无声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 现在我知道了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 我是克里 我是寄居的 我生命那么短 我是克里 我是寄居的 我的祖宗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他们在神面前 这么经历过那一段 那么长的时间 记录的 就是那一件事情 那一件事情 那一件事情 主啊 那一件事情 有没有在我身上 亚伯拉罕 一百七十几岁 但记录的事情 就是以撒的 那件事情 生以撒那件事情 记录的是 在献以撒那件 耶和华一热的事情 我所记录下来 就是这几件事情 一生一百多年 就是这件事情 向我列主 但是这件事情 有没有在你身上 成为你的生命的确据 好像一个都没有 有 有敬拜 但是没有生命的转折过 如果我生命是克里 是寄居 那么短 我如果抓住的话 这个就是帝王所说 我流泪 求你宽容我 再次给我机会 使我再去而不返 什么叫去而不返 弟兄姐妹 Bridge就是 担心到 去而不返的 这个生命 还没有结束之前的 就是现在 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圣经说 我可以力量复原 弟兄姐刚才有说 你的笑容就消灭 有没有 这个力量复原 就是 恢复你的笑容 所以弟兄姐妹 我常说 你有喜乐吗 弟兄姐妹 你有喜乐吗 就是恢复笑容 我们教会 的神学 就是喜乐神学 而喜乐神学 不是哈哈大笑 叫喜乐 喜乐神学 是一当一无挂虑 在你生命里面 取决 只有一位神 你的生命 宰如手掌 但是你抓住神了 你的生命 不知道 可以说不知所赢 但是你抓住神了 有时候 你被折打 到后来 心里花沉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是你赶快 回到家 那个浪子 他也是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他唯一到后来 顿悟的时候 说出了一句话 我得罪了天 我得罪了父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弟兄姐妹 也许你该说 是这一句话 新耶路撒那 帮助你 我现在要回家 如果你是回家的话 弟兄姐妹 力量护原 重新得到笑容 因为喜乐神学 说的就是这样 就是怎样呢 人若在大喜乐当中 在大患难中 百般的患难中 试炼中 你要以为什么 大喜乐 那么多的人生的打击 经历 就是帮助你 回到神面前 不但回到神面前 你还看到 你的下一代 你的儿女 他们跟你一样 走在相同道路 你喜乐没有 比这更大了 弟兄姐妹 一 你必须要经历神 二 看到你的下一代 国中 高中 大学 社青 他们在神面前 那么的活泼 那么的活泼 弟兄姐妹 教会不讨论 人数增加 教会讨论路 对不对 很多教会 现在 人多 但是跟世界 是完全一样的 求主 再次帮助 我们必须要 必须要 护这个责任 护这个责任 你真的带 对路吗 如果你带 对路的话 在神面前 说 主啊 我遇见你了 献上 我的感恩 我要我 我要我的弟兄姐妹 我要我的下一代 每个人都遇见神 那遇见神的时候 欢欢喜喜的 让我的力量 护原 恢复笑容 那弟兄姐妹 能够在神面前 有笑容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生命 真正的喜乐 在喜乐里面 你会迎接 神的拥抱 看啊 神的障目 今天在人间 不再有伤悲 不再有死亡 一切都变成新的 从什么开始 变成新的 从今日开始 迎接神的荣耀 在你生命里面 不再害怕 你也不在乎 赚什么钱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不在乎赚什么钱 你真的不会赚什么钱 并不是说 你不在乎赚钱 神就把钱给你 你不在乎赚什么钱 你真的不会赚 你真的不会赚什么钱 但是你的生活品质 将会比那些 赚很多钱的 好好几倍 最棒的就是 神是给你的 生命的 婴孩 生命的儿子 会跟你紧紧相随 一起敬拜神 这种喜乐 钱买不到的 这一生 你要怎么做 自己决定 这个必须要自己决定 希望你的祷告 是这样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生命里面 遇见你 让我们生命里面 看见神里告诉我们说 平安稳妥 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要的 平安稳妥的时候 是给我们机会 如果在机会里面 我们再不珍惜 我们开始放大 我们开始随世界 随意而安 随着世界 妥协 我们知道 我们浪费了 生命里面最好的机会 来请进你 来侍奉你 绝书 世界他们 连要祷告都很困难 今天我们完全自由 却不认真祷告 却不认真回到你面前 却不完全侍奉 我们是比任何人 都还更多得罪你 引导我们今天在你面前 一起看见 神里在我们生命里面 这样生命的引导 谢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